在杭州行宫 你和庆平一同献议 朕进了庆平的位分 一直没怎么理会你 你可知为什么 臣妾自知病得久了 模样也不如从前 难再辱皇上言 无话可言 这一辈子 都在为他人做嫁衣 从没怎么为自己过 你真的不愿吗 臣妾要怨的事情太多了 都不知该怨哪一件了 朕知道你最怨的是 你和朕的孩子受人所害 但朕要问问你 是什么人把你 带到这个地方来 让你一生怨恨缠身 最后一无所得 皇上 皇娘把你藏得可真好啊 朕明着送来了庆平和淑妃 暗中早就布下了你 要不是你这次露了行草 朕还真不会找人 去挖你的体系 皇上都知道了 朕知道你身子不好 站起来说话吧 你说什么啊 梅兵去养仙殿见了皇上 嗯 那 她是没来得及用晚膳吗 一定是这样 否则她哪有命去见皇上 不过 看宫中一片安静 想必皇上只是和她说了说话 并无别的事情 本宫还是不放心 还是得选个机会 今早把她料理了才好 没瓶娘娘安 本宫的药呢 您不用来 药好了会给您送过去的 不 本宫要亲自瞧瞧 这 您请 请 娘娘 您小心一点 奴才要加药了 这是给我的吗 是 等等 你自己闻闻 这都什么味儿啊 都受潮了 还拿来啊 难怪没用 这 这 不可能啊 少糊弄滚宫 这 快去换更好的来 这 这 主 顾本纸蒙汤得了 您快趁着喝吧 这 这药真苦 希望喝了 能早日怀上皇子吧 会的 一定会的 他 主 您弹这样的曲子 奴婢听着凄凉 我是弹给那英格听的 就当黄泉路上松他一程 你知英格罢了 您就别难过了 不难过 他是去等着我了 主 您说什么呢 没什么 我这一辈子 原都是为他人做嫁衣 主 不过 大限将至 什么都无所谓 都想要我的命 拿去便是了 这儿是怎么回事啊 妹妹 她怎么了 九定晚上主已经喝了止雪公的药 但是不知为何 肚子一直疼得现在 排医呢 包太医来看过了 现在去院药渣了 感觉怎么样了 疼 疼 微臣给各位主儿请安 快起来吧 这到底怎么回事 谢娘娘 这庆贫娘娘喝的固本纸崩汤里 被人下了牛膝和草屋 这几日娘娘有月事在身 她本就有崩漏之症 怎么经得起喝这个 真药是太医院熬的 去太医院查查 我立刻派人去查 叶欣 是 不用查了 事儿 是我干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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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平时一向与我交好吗 不想交好了 不愿借你得宠 就是这样 皇后娘娘 皇上的旨意 请您亲眼盯着梅嫔受死 不要走漏任何风声 知道了 知道了 主 索欣姑姑来了 主儿 给皇后娘娘请安 起来 李公公 索欣来了 那奴才告退 对 事情都办妥了吗 一切妥当 奴婢连夜 备下了机礼和元宝蜡烛 选了块风水宝地 放上了梅嫔母子的生辰八字 还敢在此事前做了场法事 希望他们母子 可以在地下相聚 那就好 这也算是 了了梅嫔的一桩心愿 天一桩 这一味有什么 少女总比把 涮与快三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